- 嗨 大家 大家好 我是快樂大學 HAPPY THE SUPER熊龍仁謙 我今天要與你分享的主題是 對話技巧非常簡單 為什麼會講這個主題呢 雖然這個主題名字叫一點爛 主要是因為呢在 我們的官方LINE帳號裡面 有非常多朋友提問的問題都是 要怎麼與人溝通 然後問題有多有短 有的是一句話 請問要怎麼懂得與人溝通 有人寫得很常告訴我說 他與人溝通過程中面對到的問題 他被排擠變得越來越孤立 越來越孤傲等等 所以我覺得溝通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不過講溝通這個議題之前 我想要先講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與人互動的過程中 溝通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往往被溝通這件事情給混淆了 我之前遇過一個案例 就是說有一對情侶 然後男生是我的朋友 然後這個女生呢 每一天都在跟這個男生說 我今天遇到了什麼問題 我好想要跟你溝通喔 但我這個男生朋友非常的忙 工作很多 所以他很累 然後他工作完之後 他回到家裡面 他女朋友又會跟你說 我想要我們兩個人的聊天時間 我們來花半小時一起對話好不好 我們來聊聊自己的事情 然後我男生朋友就想說 我好累喔 可不可以就是 Give me a break 久而久之 他們的對立就越來越強 男生就越來越不想要講話 然後女生又越來越覺得 奇怪 我想要跟你溝通 你為什麼不理我 我們現在設身處地 我們如果扮演的是那個男生的角色 有一個人每天都在跟你講他的事情 每個人每天都想要你給他意見 你會怎麼看 這個故事其實想要表達 就是一個溝通很重要的要點 溝通的第一步 不是訴說 而是聆聽 聽別人要說什麼 擅長溝通的人都會告訴你 溝通的重點是真實的 真誠的去聽別人說什麼 而不是一直用自己說的話去解讀別人的 在我遇過很多的朋友這種圈子裡面 大家都會說一個善於聆聽的人 都是怎麼樣 都是非常知道別人心理想法的人 而這種 或者說這個我們稱之為這個 叫做非常的體諒 非常的體貼 代表什麼 代表他是在聽別人講 他不是在跟別人講 聽別人講跟跟別人講不一樣 跟別人講就是 我主動的提出一個話題 好像很硬很乾的在聊天 但是聽別人講是 人家說什麼我真的在意的 去跟他對話 這兩者是有很大的差異 很多人以為溝通是學某種話術 背五個句子 你就可以掌握所有的溝通 沒有這回事的 溝通的 要領 與人對話的要領 是真誠的提問 問問題 而問的問題是可大可小 包括說你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 為什麼會在這邊相遇 你認不認識誰 等等 他有很多很多的方面 更細節的東西 我們之後會在課堂上 跟大家分享 但是第一步很重要的是心態 心態就是 重點不是溝通 而是聆聽 當你開始懂得聆聽的時候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溝通與對話 溝通講白就是要聆聽他人的需求 聆聽他人真實的聲音 聆聽他人的想法 那才叫溝通啊 所以 第二個 我們在溝通過程中 所丟出的任何問題 都只是為了聆聽他人在想什麼 比如說你的另外一半今天很晚回家 第一步就跟他說 我們來溝通一下 我們你今天很晚回家這個問題 你覺得如果是你被問這樣的問題 你會開心嗎 如果你想要溝通 你就是要聆聽他為什麼很晚回家 那你要知道他為什麼很晚回家 你就要問出正確的問題 讓他說出來 你可以說 這麼晚在那邊等你 你去哪裡了 你可以先跟我說一聲啊 之類的 這種讓他自願說出來的語言 遠比 你好像坐在那邊然後看著他 他也無話跟你說 你就覺得你們沒有溝通了 遠比這個好很多 溝通是需要雙方的 為什麼 所有人際關係都需要雙方的努力 這在印度南方哲學裡面 講到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所有人際關係的聚集 南方哲學稱之為行 行為的行 叫做聚集 所有人際關係的集合 來自於刻意的營造 而刻意的營造是雙方面的 這段話以南方哲學的說法就是 一個行 就是剛剛講的行為的行 一個行的構成 來自於許多的音源 這是南方哲學會使用的語言 但我們以白話來講就是 一段人際關係的構成是雙方的 而雙方都必須努力 聆聽跟溝通 才有辦法構成一個人際關係 所以 不要想著只是你單方面要跟別人溝通 而是 我要為你著想 我要去聆聽你說什麼 這個 才是溝通的 最重要的一個心理上的技巧吧 喜歡這支影片嗎 或者是你對於我們今天講的 這內容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看法嗎 歡迎你留言在下面 並且一定要關注 與按讚我們 HAPPINESS UNIVERSITY的臉書 Youtube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的官方LINE帳號 裡面有許多第一手的課堂資訊 特別是以後我們可能會開 類似像今天這種 教你如何正確提問的課程 希望透過這些東西 可以讓你的人生變得更快樂 讓你與身邊的人的對話 溝通 變得更加的順暢 我們下次見